在上海靖安区 沿中绿地的一角 两排经典的石库门建筑 在绿印的印尘下 显得格外古朴静谧 这里正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 这栋名为福德里的石库门老房子 始建于1916年 距今已有百年历史 2017年6月 这里即将完成新一轮的修缮 重新开门迎客 负责此次修缮工程的 是来自静安建筑装饰公司的老工匠 吴公宝和他的团队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与会址的修缮工作 这一天 吴公宝带着年轻的徒弟 再次来到了施工现场 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修缮 二大会址 二大会址已基本恢复了原貌 走进今天的福德里 时光仿佛被定格 这里的一砖一瓦 一门一窗都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这座石库门老屋 也成为了那段蒸容岁月的见证者 1922年7月16日 在福德里625号这扇石库门里 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2名来自各地的革命志士 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出席了会议 在课堂间的这张方桌旁 代表们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和民主统一战线 这里不仅见证了第一部党章的诞生 也记录着代表了第一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呐喊 正是因为二大制定了第一部党章 以及一系列 作为一个完整的政党所必须的政治文件 所以二大这次会议 对我们党的历史 对于我们党的创建 乃至于对整个党的发展 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这两派施工房子 它作为党的诞生地之一 作为党的圣地的地位和作用 是不可磨灭的 中共二大会指 今天已是上海的一处红色地标 18年前一次意外的发现 让吴公保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上海为了彻底改变市区拥挤的交通状况 两座贯通东西和南北的高架桥破土动工 为此居住在老成都北路上的十几万人面临洞迁 许多时空文理论也将被拆除 这是当年上海为了城市发展走出的艰难一步 1999年 按照原计划 位于延安路高架桥下的福德里 将被改建成一处大型公共绿地 然而 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 没有人料到 这片不起眼的老房子里 竟然还藏着一段曲折往事 当拆到我们这两块房子的时候 一个普通的施工人员就发现了 在这个外立面墙上 嵌在墙面里面 五九年的一块石碑 因为这颗石碑是 五九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 确立这两排房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的 大家知道这是二大会址 这是文保单位之后 立刻就停止了拆迁的事故 即将拆迁的福德里625号 不仅是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 也曾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 1922年底 李达前往湖南任教 便将寓所转租他人 解放后 上海市长陈毅曾指示有关部门 寻找当年的革命胜利 最后李达回忆 二大就是在他的寓所举行的 他守会了一张房间示意图 并到实地走访堪任 才找到了当年这栋石库门房子 1959年 福德里625号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当时上海住房紧张 这里作为民居值得继续深藏闹事 显为人知 为了保护这处重要的历史见证 正在施工的延安路高架桥 也因此改变了规划 据我们了解 它原先的方案 延安路高架是从我们正好是从 我们这两派石库门的屋顶上通过 那么考虑到二大纪念馆在这个位置 后来非常果断的延安路高架改了道 往南移了一段距离 和二大纪念馆平行 并且要求静安区进行修缩 如今俯瞰中共二大会址 人们会发现延安路高架在这里拐了一个小弯 形成了一个漂亮的弧度 历史与现实在此达成了完美的融合 1999年底 中共二大会址迎来了首次大修 老工匠吴公保也第一次走进了这里 在园子30号里面 它里面一共住了7家人家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两层楼 房屋里面有7家 居住也很拥挤的 外里面啊 屋面啊 都改了 二楼上面搭个阁楼 它就在屋顶上开了一个老服装 中共二大会址的原貌呢 实际上已经是没有了 当年的福德里年久失修 破败不堪 加上居民的随意搭盖 早就面目全非 这让吴公保倍感压力 为了最大程度的复原福德里的风貌 吴公保翻阅了大量相关的党史资料 透过这些资料 他搜寻到了福德里当年 成为中共二大召开地的缘由 那么二大两排时空门房子所处的这个地段呢 正好是英美租界公共拓路的一个区域 过了沿岸路以南是法租界 那么以北是英美租界 所以这个地带就是一个三不管的真空的地带 那么真空的地带恰恰是比较安全的区域 这是二大选择在这里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史库门群落安全 为什么说它安全 因为史库门群落建筑外貌都差不多 不容易被发现 这里成为中共二大召开地 是经过中央局精心选择的 隐蔽的福德里是革命诞生之地 也是思想启蒙之所 当年 这排史库门里 还创办了第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平民女校 专门招收一些有觉悟但无力求学的女子 设计养成自立精神 同时这里还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当年 福德里整齐统一的门头 青红两色的清水墙面 精致的灯草凤装饰 都是这里独特的建筑风貌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这些风格一致的史库门 成为了共产党人工作学习的最好掩护 也成为了这段红色革命的珍贵见证 因此修缮工程的第一步 就是要恢复起史库门的原貌 这片墙原来2000年之前 是全部用水泥粉砂涂抹了 当时的工艺是什么 是粉砂粉了以后 然后把这个缝 横缝 束缝一块块画出来的 门头的柱子呢 雕花也涂抹了 我们也是用小型的一点点把它剥出来的 当年灯草缝装饰 由于工艺复杂 几乎失传 吴宫堡却凭着多年的经验 与同事反复试验 原汁原味地修缮了这一细节 可跟横线的平面和这个束线的平面 最脱出的部位是在一个平面 那么凹的部位 它不可能是平得进去的 那么肯定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夹角 我们这个灯芯草缝原汁原味地 按照传统工艺来做的 一般但是带最细的五毫米到六毫米 那么我们这个缝是三毫米 做到这么细致 三毫米缝全上还没有 福德里门眉上的四字匾额 也是此次修缮的重点 藤交几缝 出自王博的藤王格逊 寓意吉祥 十二位代表正是在此 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快匾额也成为这段历史的最佳诠释 因此 吴公宝对他的修缮格外用心 当年 这些题字受到风雨的亲续 变得模糊不清 他就根据史料照片 专门请来了一位懂书法的工匠帮忙 红色的公司 那个藤下面一个码没有了 要认个他铺下去 没有四瓦的工具 像这种东西都补不起来的 对吧 你看他这个是多有黑风的 你看我肉给他铺啊 他这个码是横过来的 是是结了我这个 而不过谁要用什么 我不要用死 现在呢把它敲成粉 挽起来 挖上去 要做得好就是把技术做成艺术 为了真实地反映建筑所承载的历史 老工匠吴公保始终坚持原料原修的准则 眼前的课堂间里 一桌一椅 一墙一窗 都是当年的老物件 那么阿拉大人去收拾花 这种花 你才去不得哭 插没了 我去哪插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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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插没了 因为当时我帮这个花 给它一大匹上 那插没了 那插没了 我想中国有的行得到 那插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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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行到了这个 边就一块块的冰箱 那个边那边 这也是新边 珍贵就珍贵了 咖喳就提了 为了保护这份珍贵的历史见证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 吴宫堡参与了几乎每一次绘制的改扩建工程 2017年7月1日 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之际 再次修缮一新的福德里 终于开门隐客 这座见证历史的百年石部门也焕发出新的火力 有了这个原子保留下来之后 老百姓他不仅仅有一种生灵其境的感觉 他还会有一种历史获得感 是书本和专注所达不到的 那不仅是我们这一辈来看 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够看到这段历史 而且是看这件摸得早的 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时光荏苒 沧海桑田 但透过这座老旧的石库门房子 这里曾经发生过的点点滴滴 依然清晰 在上海 像这样的石库门建筑还有不少 如今 位于新叶路树德里的中共一大会职 成都北路福德里的中共二大会职 威海路贾秀里的毛泽东故居 淮海路渔阳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 等一批历史建筑都被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这些镌刻着红色印记的老房子 在城市的不同角落 无言地见证着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诞生发展的争容历程